老花一每个月的啊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话说老花一啊 大仙女海鱼的叶子从中间变黄还长黑点点怎么回事 把它剪了不就行了吗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臭宝 大过年的是吧 你给他剪了就行啊 它长新的啊 还下来说说老花你好 家里边北美东青最近长叶子了 但下面的 下面的叶子开始发黑变干了 家里边温度很高 湿度挺低的 嗯 嗯 这个浇的水有点多 有点缺光 别的没有什么大事 好吧 这个季节就给足光照了 既然长叶子了 对吧 控制一下浇水 嗯 给足一下光照 别的没啥 有 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 它就积水欧冰就欧完了 就没影子了 下个话说坐标广西啊 12月底一直阴雨天 既停天了就这样 叶子都黑了 这就是水大缺光通风差 这个真没招 你像像广西广东的话 我也问到我很多问题 尤其是养月级 他说老花一你看我这个月级啥整啊 还有下雨阴雨连天这样 我说你就不会给他打个伞吗 你一直让他淋着雨 它又没什么光照 它肯定就不好啊 所以说华尔明 就是说在没有光照的时候呢 要控水 不然的话呢 就容易出现真菌的那种泛滥的一些各种的病害 比如你现在能让我给你提的建议 也就是加强一下光照 没有光照 没有光照 我也没办法 只能控水 只能让他节哀睡眠 然后用点药预防一下 没别的办法 下个臭宝说了 欢迎您好 逛年买回来的招财树啊 上面叶子都大了了 可以帮忙看看吗 浇透水就没管过了 这个叫压角木也叫七叶莲 你们叫招财树 还有的人喊的发财树 这个东西很皮实的 我去年捡了一棵从垃圾桶里面 啊 现在丢哪了 忘了 找不着了 好像是在这里边冻死了 这个东西很好活 他就是 你就把它想象成野树就行了 好吧 你现在长得主要是太密了 它营养供不上 你如果说长时间的用点肥料 这玩意长得很凶 你要适当的能下来这个狠心修剪修剪才好呢 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树叶长得就跟那个男老爷们的那种头发一样张牙舞爪的 你就叭巴叭巴的剪就完了 这玩意剪不死 你只要你只要留下根 这玩意还能长 好吧 别的没事 他老坏一会又来问问题了 多江花好多叶子都黑了 然后就干了 我看看买的翻肥水喷叶都用了 这个不是说你缺肥料的事哈 这个花友呢 咱们这个还是有点积水欧根的那种感觉 你像杜鹃花的他的喜欢一些个那种比较 温和的一些光照 就是不要强光的猛晒 他喜欢空气湿度大一点 但是呢 他的根系是毛细的那种根须 他不喜欢盆里边积水欧根盆里边一积水欧根 他就不好 所以这花盆呢 尽量的选择排水透气 你好多的大神也会告诉你 尽量的用桃盆去养杜鹃 是吧 这那那那的 简单的一盖他这个点就行了 那说吧 您好 冒昧的请教 秋菊这样咋回事 一颗整体泛黄有种植半点 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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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大缺光通风沙 太阳也很多的花友 大家伙一定一定要了解 养花呢就五个维度哈 光 水 土 气 肥 你把一个花分成五个维度去看的时候 养花就简单了 你很大部分 很多的花友都是水大 缺光 通风沙 好了 别的没啥了 我都不算了 去点个赞 其他养问题的视频上留言 我老花一 养花最容易 完了 我都不忙的